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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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陛下 陛下 王子出生了 王子出生了 太好了 回宫 陛下驾到 恭喜陛下 贺喜陛下 起来吧 来 盛上 躺下 别动啊 别动 来 寡人的孩子 寡人的第一个孩子 夫人 幸福了 辛苦你了 不辛苦 皇子出生 太阳就出来了 寡人给你取名龙羊 你是寡人的希望 你为我将国带来了希望 今天就是当年的龙羊太子 而龙魁 龙魁是江国的最后一位公主 母后说 王兄出生的那一天 天上降下来一件宝物 嗯 我知道 那件宝物就是龙羊前世 神将飞鹏的头盔 龙羊太子是随着飞鹏的转世 来到江国 王兄出生 正是江国战火连天 但是在富人的保护之下 我们的福女 还是过得更迷惯 哥哥我好痛啊 妹妹不要玩 哥哥永远会保护你的 别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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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兄 我们很久没有这样玩了 别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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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兄 我们走 你们走 你们走 们走 王兄好了吗 好了 广秀流星群 喜欢吗 嗯 多谢王兄 原来我们看到的都是真的 龙魁 真的是千年前出生的那位公主 怪不得 龙奎一直把老大叫做哥哥呢 是的 龙奎姑娘是千年前的人 而锦兄弟的前世 就是龙娘 大家一直都不相信 原来才说的都是真的 一个人真的可以活一千年吗 可以的 他们就是传说中的不死人 他们之所以可以活到现在 是靠着顽强的意志 所以他们并不能晒在日光之下 一千年前的事情 龙奎放不下 所以忘不了 但是锦兄弟不同 他已经经历了多次的生死 所以过去的事他早已忘了 听人家说千遍万遍 不如自己亲眼所见 龙奎 如果我们是一对 出生在普通百姓家的兄妹 每天跟爹娘一起 日出而作 日落而息 那还多好啊 如果我们生在和平年代 那还多幸福啊 父王一直跟我说 想要远离战场 就必须先勇敢地面对 因此我自有习武 梦想着有朝一日 可以跟父王并肩作战 开旋而归 让天下所有的百姓 都过上快乐安宁的生活 可是我慢慢发现 战争 是永无止境 因为人的欲望没有止境 就算我兵尽全力 甚至是付出惨重的代价 也只能换回暂时的安逸 国家处于多时之情 能够不能为王兄解忧 又会真的没用 那你 这云无关 一切 就由王兄来承担了 父王长说 世上最美丽的方向 叫做希望 胜利的希望 但是当希望没有实现时 剩下就只有绝弱 当母后以刺绣 轮斗天下 被父王纳入王宫为妻后 她一直没有在做刺绣 后来 杨国会是进攻江国 江国不敌 求助于其 其王以母后手绣 一幅江山设计图为条件 父王应允 其国派兵 宝费江国 两年来 未完成江山设计图 母后积劳成疾 母后 母后 母亲爱 不要完成刺绣 好让七国 出兵相助 母后 你好好休息吧 等过几天身体好些了 再做一步迟了 我知道 我没有多少个几天了 我是好不了了 母后 母后 若 若 若你要走 那你就安心地走吧 我会好好照顾父王和龙奎的 我不走 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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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太累了 就当寒儿求你 对自己好一点 宝贱为国 是我们男儿的责任 你们父王太辛苦了 我现在唯一能为他做的 就只有做好那副刺绣 那样齐国就愿意帮我们 将国就有救了 你们让我起来 母后 母后 母后你等等 母后 母后 海儿 海儿 海儿听到凯旋之音了 真的 母后 母后 是真的 父王 我 父王 真的凯旋归来 寄国 就不用派兵了 那您就不用做自秀了 对吗 会吗 你父王 真的会凯旋归来吗 怎么 我没有听到 我也没有听到 是真的 我听见了 母后 孩儿这就去看看 您安心地在这儿等着 等我回来 人家 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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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 母后 她仙芝衣响起来了 您听到了吗 太好了 太好了 我要胜敌了 我胜敌了 陛下 不用靠任何人了 我终于不用 再担心了 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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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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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 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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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夫人 请你原谅我 没能让你过上安静的生活 夫人离去 男儿保家卫国 你已有何在 你已有何在 缅犯老师 父王失去了一切的眼睛 如你江国未能规诺完成江山设计图 齐国撤军 杨国再次回军进攻 江国行事危急 虽然王兄最喜欢大战 可是为了江国 他只好剔甲上阵 Testing 父王 ieran 妹妹 你说我们此生 还有没有机会 能够听到那一阵响亮的凯旋之音 看到 那举国欢腾的圣像 战胜之后 我们就可以在一起了吗 对 不止是你我 我要让江国所有的百姓 都能过上复述的生活 到时候 江国的那里寸土地上 应该都开满的将生会 当天 王兄就从父王那里接令 他将再带领一支军队出征营地 父王 你过来 这把剑 跟随父王征战多年 今天父王送给你 来啊 是 冬阳 这顶帽子啊 是在你出生的那一天 我意外得到的 它的出现 带来了久违的凯旋之音 今天 我把它交给你 让它和你的生命 荣为一体 你带上它 一定要把胜利也带回来 你来这里干什么 王兄 龙奎要和你一起走 这是去打仗 不许胡闹 不要撇下龙奎 快回去 好好照顾父王 不 龙奎不如抹后般坚强 龙奎离不开王兄 龙奎宁愿和王兄一起流血 一起死 龙奎不要一个人守在王宫里 龙奎 我说最后一次 马上回去 不 龙奎怎么也不会离开 龙奎一定要和王兄在一起 送公主回宫 是 王兄 公主 你回吧 王兄 王兄 公主 王兄不要撇下龙奎 王兄 王兄 我知道 王兄是为了保护我 才会打伤我的痛 其实 越是珍惜自己所爱的人 越是容易伤害到对方 你是一千年曾不死的人 你为了你哥哥不认这件事 这值得吗 我不管 只要能与哥哥重逢 什么都值得 你这么说也没错 可是 抓住过去而不愿意放手 你这是何苦呢 就会害了自己 姐姐 你放了我吧 让我回去跟哥哥解释清楚 我没有帮完雨智 他们一定是误会我了 圣姑说你必须留在这里 直到黎明之前 为什么 对不起 这是我跟圣姑之间的约定 黎明之前 你我的命运 都会明朗 也许你我都要离开 究竟是否可以和他在一起 一切都会看得明白 谁 要谁决定 是否你我心中在乎的那个人 怎么想 你这是干什么 你真的疯了 你真的疯了 犯不上了苦肉计吧 今日 王兄不许打断龙徽之腿 你觉龙徽上战场之心 行了行了别跟我说这些 如果没有承受能力 如果没有承受能力 就不要看下去 王兄一直在外抗地 回到江国 已经是一年之后 来 王兄 你的脸 一条疤换回了全城的子民 应该高兴才对 王兄别再丢下龙徽 别独圣龙徽守着空城 太子 情况紧急 不能再耽误了 如今 王兄再没有时间可以搬回 保家卫国的重贷 都落在他身上 过去的快乐 只能成为回忆 我们不能再回头 而一切 仿佛再把我们 推往灭亡之路 杨国围困江都城 父王染急 朝政赞由王兄代理 王兄不顾祖规打开历代相传的魔剑手卷 召集方式铸造魔剑 想靠魔剑之力解困 相传魔剑一处江山变色 乾坤一传 并可见江国之位 魔剑定要节气 持续天相配当 且不能中断 剑尾铸成 绝不能让城破 去世多久 一百八十三天 好 这一百八十三天 我会不惜一切代价 坚守江都城 苍天 求你保佑 让王兄能如愿铸成魔剑 他铸剑 真的能守住你们江国吗 我们江国不如 只能寄望于 王兄铸成魔剑后 可以把敌人杀脱 只是魔剑 为何岂是那么容易练成 魔剑 是需要王氏除你之心 方可练成 为这样的话 岂不是只有你练成 才可以练成 为原因 只要可以帮到王兄 容可什么都愿意 王兄要我的命 我就去死 王兄让我陪他 我就好好地陪在他身边 可是他宁愿不认我 也不让我殉尽 那是因为你的王兄 他真的很爱你 那后来呢 后来 一切都来得太快了 还有多久 随时都可以 好 若此次能解江国之位 让百姓 灭遭战乱之苦 你就是我江国的大恩人 请受龙羊一拜 太子且慢 还欠一样重要的东西 什么东西 是太子的至亲血肉 唯有着血肉之躯 投入着铸剑炉中 方可练成真正的魔剑 用我的可以吗 此剑几英 受了羹羊之血 你为什么不早合主 这就是李南君王封存魔剑的原因 王兄 王兄 就以龙羔的血流来助见吧 绝对不可以 为什么 在王兄心目中 龙羔是什么人 我可你是骨肉之亲 我是你的亲妹妹 我就是你 我是身上唯一够资格 为你跳下去的人 王兄 我告诉你 从现在开始 我不再是你的王兄 我们没有任何关系 王兄 没有那把剑 我照样可以歼遍敌军 你不可以跳 现在你没有资格 现在你没有资格 你能对你 然后很 specific 怎么回事 他说 Going to You 你不可以跳 让你胭 因为哪 as to die 回来 你缽 exponential 猥亥给你 你不可以堆 你感染 为我 公主殿下 这是太子殿下刘鼓宁的 龙奎 终于已到了尽头 即使我不想打仗 上阵 做最后一阵 也是在所难民 我希望你能好好地活着 不管发生了什么事 不管在哪 你都要坚强 你要把这一带 代表光辉 与朝气的葵花橱子 带到你将要生活的地方 答应我 当我找到你的时候 那里 长大像是鬼 爱 派你来 天地间来 风雨忽然变 有情 有意的人都要回来 爱 生死注定的来世在岸 都 等了太久哭泣无奈 爱 爱 爱 恨纠缠 在生生世世 愿快 来生再见 爱 遥远的路 都阻挡不住 在此拥有没距离 都 是 是 是 有 在生生世世 用爱不动相拥 错过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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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生什么事了 公主殿下 快逃命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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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盈头套 死亡的气息 黎曼在江湖的整个王宫 我知道 王兄已经临火而去 那你为什么不按照女王兴的意思 好好地活着 我好好活 为什么哥哥要比我先厉害 没有我一个人在死神 这种痛苦比死更难受 没有哥哥 我活着也就没有意义了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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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个解开 就是再伤他 再被欺负 我也能撑下去 北关所要塔利的 岂是善良人 龙魁更成为众妖皆可欺的对象 在北关的日子里 每一天 每一夜 他都被不同的妖怪欺负 你王兄就是个窩囊废 他自己都保不住 更保护你 我命中就死了 我王兄不是 不是 我王兄不是 不是 我王兄不是 我王兄不是 不是 我王兄不是 你不用害怕 以后 没有人再来欺负你 谁敢欺负你 我一定不会放过他 我会像王兄一样 永远保护你 我会 永远保护你 是 平凡 我王兄是 至于你刚才问的 龙奎为什么时而变得凶狠 是因为在他感到受威胁的时候 特别是景天及他的王兄 他容不得他受半点伤害 我错怪他了 徐长青 你过来一下 身为蜀山中人 你是不是应该有所行动 把本来属于另一个地方的 送回他该属于的地方去 我没知道该怎么做了 好了 你们想知道的 现在都明白了 圣姑不见了 我刚才听见他们俩说 有什么什么什么行动 跟着就不见了 会不会去捉龙奎了 你们俩 怎么了 老大 主人 他们一定是给房间施了法 我们出不去的 那怎么办 怎么办呢 该怎么办呢老大 我 嗯 你要干嘛 在下有要事要跟龙奎姑娘处理 请姑娘恕我俩失陪 所为何事 不便多说 我都已经知道了 既然如此 就让在下好好处理此事吧 她只是一个姑娘 只是一心来陪伴哥哥的 所做的一切不妨碍任何人 何以不成全 此事关系负责 受影响的 不光是她个人 还有整个人界 在下不能坐视不管 难道你认为 人间的秩序 是真的最为重要的吗 有秩序才有公平 万物应当严加遵守 方可和平共处 难道就不能有一点点的例外吗 每个人都有私心 每个人都想珍惜自己的感情 但处处例外的话 岂不天下大乱 遍地之所以可以成就 是因为他们不自生 所以可以成生 而各种万物总有实 这是自然 这是道 道 又是道 你别跟我提道 姑娘请思中 你 姐姐 你不要怪徐大哥了 哥哥早已经很透露我了 哥哥早已经很透露我了 留在世纪 也没有你了 我跟你走 我是 没事 在他们之中 有一个女孩子叫龙奎 她可以为你念这一切 看看徐常青 是如何看待那些该离去 却不愿离去 恋恋不舍留在人世 与现世人纠缠的事 难道他 就真的那么绝情吗 徐大哥 徐大哥 请你把这个香囊交给我哥哥 这里边装的是什么 这是一千年前 王兄送给我的葵花籽 它代表着王兄的治国理想 他希望有一天 我们坚果可以开满香玉葵 你一直把它带给新鲜 这是王兄送给我的 是我唯一可以带他身边的 徐大哥 我走以后 请你告诉我哥哥 他的理想 龙葵永远都会记得 希望以后在他生活的地方 可以长满香玉葵 你和锦兄弟的情感 互相相伴着他 这要对他没有什么好处的 难会有王兄之情 徐大哥 徐大哥是不会明白的 一千年的等候 能够是心该情愿的 虽然现在 王兄已经不记得了 但能与王兄重逢 能够心愿一愿 不离 你也会有 他的眼神 他他身边有徐大哥 茂山哥哥 和雪茧姐的这样的好朋友 不是 我可以 fra我们 唱情随为修道之类 带你永远 实际的情感 又有梦幻泡 其实 千年的等待 卒实会 这个香囊 我会在适当的时机 交给几村 事后一早 我们走吧 徐大哥 谢谢你带我来这里 让我可以安静地离开 麻烦你 好好的帮我照顾哥哥 可以吗 沉默着走了有多遥远 沉默着走了有多遥远 抬起头 抬起头 忽然间 才发现 一直 倒退 倒退到远点 却将坚持对抗世界 生活拥戏 说好了的永远 断了线 骑属了 无边的 却都已改变 紧闭双眼 才能看得见 那些曾经温暖鲜艳过的画面 渐渐都忘记赶不上明天 只要用力地找尽了想念 明天再也没有你的笑脸 渐渐都忘记冲击了时间 我只要印着记忆的路线 到最深处纵然那只是瞬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